郑姓则杀警案今年10月底台中高分院宣判无罪 殉职刑警苏宪批家属巨状请求台中高分检上诉 高分检今天驳回家属申请全案无罪确定 苏宪批的儿子委由律师发布声明稿 并以当天堂以撤手为题 呼吁法务部、司法院、立法院等机关 建构更完善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 苏宪批儿子委由律师徐承应发布声明稿表示 今天是司法史上值得记载一天一个冤案 如果被告冤那被害人也冤 苏宪批儿子说当检察官为被告立一声请再审 法院再审才准那一刻起 他与家属就预期法院会无罪判决 随之而来检察官也就不会上诉 苏宪批儿子说诚挚祝福郑姓泽 这是不是凶手 他仍在思考甚至不敢想 但是他要深切表达的是当被告获得补偿时 被害人家属这15年来又情何以堪 被害人家属应该这样被国家对待吗 苏宪批儿子说如果郑姓泽不是凶手 家属肯定检察官除错勇气与体察民意 家属巨状请求检察官依法提起上诉 并非针对正性责而是凸显制度问题 当检察官为被告立一进行诉讼时 犯罪被害人所面临的诉讼困境 苏宪批律师徐承应呼吁 法务部司法院与立法院积极建构更为完整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 尤其在刑事诉讼法中建构妥视犯罪被害人诉讼参加制度 家属也建请警政署及全民重视肩负维护社会秩序的警察权益 否则警察同仁不是一脚在法院就是一脚在医院 谨守法制原则与捍卫警察尊严 苏宪批儿子在声明稿最后指出 司法的可贵在于各方得到公平与兼顾彼此利益 家属忠心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若父亲的牺牲能换起制度上的改变 这样父亲的牺牲也就值得了 他以父亲为荣正性责案无罪确定 殉职刑警苏宪批儿子 又今天委由律师发布声明稿 脱报细资料照分享